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自己以后才能了解他人 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自我 在事物繁杂诱惑众多的今天 人们应当从哲学高度深刻领会认识自我 并以此为人生起点 全面准确地把握自我 只有在充分认识自我的基础上 才能在人生建立中 用远大的理想和人生抱负来鞭策激励自己 不断发展自我 完善自我 实现自我 乃至超越自我 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真正愚蠢的人都不能认清自己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在希腊的雅典城里 有一个阿波罗神庙 眉眉的石板上刻着一行字 认识你自己 生活中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揣摩他人 却很少去探究自己 老子曾言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认清自己的位置 主持人白烟松曾说 让一只狗天天上央视 它就能变成名狗 但要知道 没了央视的舞台 很可能不用多久 它就会变成土狗 虽然是句玩笑 但却值得我们深思 生活中许多人一朝得事 就变得眼高于顶 或者盲目自信 但认不清自己的位置的人 只会让自己迷失 瑞承刚曾是央视名人 但在各种鲜花和掌声中 他逐步迷失自我 说话失言 做事失度 最后锱铛入狱 岳云鹏出名后 也曾有过一段膨胀期 但好在 后来他意识到 是德云社成就了自己 这才及时醒悟过来 人最大的愚蠢 就是错把平台当本事 把自己捧得越高 结果只会摔得越惨 俗话说 人贵有自知之明 很多时候 自己之所以能获得高处的荣耀 不是因为自己长得高 而是自己站的位置高 认清自己的位置 才能远离傲慢 减少犯错 踏踏实实地往前走 认清自己的底线 诗人戈德曾说 无论你出身高贵 或者低贱 都无关红纸 但你必须有做人之道 这个做人之道 指的就是做人的底线 底线就是我们人品的体现 一个人若是没有底线 无论地位多高 也难以赢得他人的尊重 认清守好自己的底线 既是对他人负责 也是对自己负责 曾经有个经销商 想找董明珠的哥哥合作 说只要能拿到订单 就给他两三万的回扣 董明珠的哥哥 信心满满地答应下来 觉得发财的机会到了 可是没想到 董明珠听完 却直接了当地拒绝了 这件事过后 兄妹俩彻底闹掰 很多年老死不想往来 但董明珠对此 却从未后悔过 因为他清楚 一旦答应了此事 不仅违反了公司的规定 也会让自己失去诚信 所谓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 底线才是一个人 一个企业 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林丹曾说 求出戒了 丢掉的一分 还可以拼回来 做人做事 越过了底线 失去的 也许永远无法挽回 人生在世 一定要认清自己的底线 一旦突破底线 肆意妄为 最终的结果 只会是伤人害己 认清自己的能力 心理学上有种现象 被称为达克效应 这些人在评估自己能力时 会有种高估的倾向 而且一个人能力越差 这种高估就越严重 换而言之 就是越愚蠢的人 越喜欢自以为是 但打肿脸充胖子 去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 最后吃亏的 还是自己 真正的智者 能够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 懂得及时止步 曾经有位登山运动员 为了征服朱穆朗马峰 准备了好几年 但在攀登到海拔 七千米时 体力尚有剩余的他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撤 许多人表示不解 他回答说 七千米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尽管冲顶对他来说 只是一步之遥 但他清楚自己的极限 逞能只会给自己 带来生命危险 俗语说 没有那么大的头 就别戴那么大的帽子 一个人最怕的 不是没有能力 而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凡事要尽力而为 更要量力而行 唯有认清自己的能力 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才能在这个 分杂的人世间 更好地生存下去 认清自己的目标 知乎上有个热门问题 25岁做什么 可在五年后 受益匪浅 有一个高赞回答 25岁时 一定要明确 自己的人生目标 然后坚定不移地 朝此奋斗 深以为然 真正拉开 人与人之间差距的 不在于情商 和智商的高低 而在于 能否认清自己的目标 明确自己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才是成功的第一步 任正非创建华为初期 并非只有科技 这一条路可选 那时 房地产和金融投资 等行业 都处于红利期 短期内 就能获得惊人的收益 曾经有人建议他 换个方向 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一心一意 坚持最初的选择 只走技术路线 也正是靠着 这种清醒的认知 和不为外物所动的坚持 他才能带领华为 一步步走向世界 有句话说 人最难走的是新路 不忘初心很难 坚持初心更难 人生这条路途 会有无数条岔路口 一朝不慎 就有可能走偏 唯有认清 认准自己的目标 才能在正确的路上 越走越远 认清自己的价值 俗话说 持有所长 寸有所短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只有足够了解自己 才能扬长臂短 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很多时候 选择比努力重要得多 方向错了 再努力都没用 认清自己的价值 选择正确的方向 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马克吐温在文学上的成就 大家有目共睹 但这位大文豪 从商的经历 却鲜有人知 第一次投资 打字机项目 前后投了不少钱 全亏了 第二次做出版商 但由于自己不懂财务 也不懂管理 最后公司倒闭 债台高筑 无奈之下 他只能放弃经商 专职写作和演讲 无心插流 柳承音 没想到 靠他一开始不看好的业务 他不仅还清了债务 还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有句话说 一个人的选择里 往往也藏着他的运气 你喜欢的 不一定是你擅长的 认清自己的价值 找到自己擅长的 才会事半功倍 人有两个眼睛 可以看世界 看万物 看他人 但少有人看到自己 而人这一生 最紧要的 不是关注别人 而是认清自己 不把自己看得太高 高估自己 容易果足不前 也不把自己看得太低 低估自己 容易妄自菲薄 唯有看清自己 才能逐步 找准自己的定位 掌控好 人生前进的方向 唯有看清自己 才能在人生 这个红尘道场中 不断修炼自己 从而超越自己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